好那么这样我们把这个分类回归啊算法其实都讲完了对吧就用了这个两天的时间对吧当然这个是全天的时间有点紧是吧有的这个昨天反应这个是不是是hold不住是吧对吧说要这个今天休息对吧当然没办法那边这个北京那边也非常急所以呢这个呃不能说往后推了啊不能往后推所以你这个 两天时间就把这个分类啊回归这算法都讲完了就相当于是你的这个ab班的这个相当于呃三天时间对吧也相当于是六天时间对吧相当于六天的ab班时间所以这个强度是有一点对吧所以你希望你的这个忍一忍也就八天时间嘛也就八天时间对吧忍一忍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这个非监督学习算法那么这个非监督学习算法呢 啊跟我们这个东西就前面所分析的这些问题呢是不一样的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非监督学习的特点是什么你的这个数据只有特征值没有目标值那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没有比较的一个东西吧你不知道你做的这个预测啊是准还是不准是不是没有了所以你就要换一个角度并不是说我要预测东西了啊需要去干嘛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非监督学习 其中有一种算法呢我们先来看一下那如果说我现在给你对吧给你这样一群数据或者一群人啊这里面呢这个每个人穿着呢就相当于是大的特征那如果说给定了这些东西之后你不知道有哪些特征也不知道怎么去进行分类啊你不知道类别你只知道特征值那你怎么去做你可以怎么去分析啊你分析的角度就不是去分类了吧或者也不是去回归预测了吧 你去干嘛那你就比如说你在这里面给的这些数据我可以是比如说我把这几个人归为这一个类别可不可以啊比如说我看他这个穿着相近对吧穿着相近我把它归成一个类别然后呢把这个啊比如说这几个人我感觉相同的当然肯定是有误差对吧我感觉相同的我把它归为类别是这样的话他们也是一个类别但是你这个类别的名字你知道吗 你从数据当中你知道这个类别到底是什么名字啊这个类别代表什么意思是良性恶性你是不知道的吧哎这个就是问题对吧好那还有比如说这几个人那我们换另外一个啊这几个人对吧我把它归为一个类别那其实对于没有标签值或者没有目标值的数据分析来说你怎么去办那其实就像你把所有相近的这些特征的这些数据 把它归为一个类别可不可以可以吧那你只能去自然去做一个分析了你没有目标值你怎么去比较啊那这种方法呢我们称对什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对吧你给的数据就是特征值那么相近的这些样本它的特征之间是不是有联系了对吧你相信的样本它的特征是相似的所以对于这样的数据你只能去这样去分析了啊那么这种分析方法 我们叫称之为什么呢叫k means那么也中文叫聚类聚类就相当于是给你一群对吧一千个数据这一千个数据呢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它们的特征对吧一千个数据一千个数据对吧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特征那你就盲目的对吧哎去根据一些指标去进行什么哎聚类那聚类就相当于我把这群数据分为一个类别对吧这群数据把它 单做一个类别可以吧哎这样去做但是前提还是一样你的类别是不知道的你不知道这群用户代表是什么东西对吧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聚类到底是怎么去做的呢他整个的这样一个聚类过程哎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哎我们拿到这样一群数据比如说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特征你的这个值是什么哎只有一个特征啊或者两个特征啊这里x1x2啊两个特征你没有别的东西 两个特征哎把你所有数据都画出来了然后呢我跟你积累把你的这群数据划分成了三个类别对吧哎你的三个类别这群是绿色的这群蓝色的这群是红色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就涉及的一个点你怎么知道把这个东西数据划分成三个类别吧哎你都不知道这群数据有什么类别或者它的特性是什么哎你的这个类别划分怎么就化对吧那你怎么去聚类怎么去做 对吧那所以这是我们的两个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比方说给了这样一个数据啊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数据呢去进行分析 好比方说我们现在只关注这一部分数据别说我拿到了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它有两个特征我把它用一个 麦克风力宝给它画出来对吧比如说X1X2两个特征好现在我要干嘛呢对这一群一千个数据呢进行聚类 那么首先第一点啊它聚类的话是不是应该有多少个类别聚成多少类别吧 那这地方就有一个K这个K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把这群数据把 把把数据数据数据划分成多少个类别 好那这里就有一个对吧那么这个K我怎么取啊对吧我取三是不是把整体换成三个类别我取四是把整体换成四个聚类结果吧 那这个K值呢怎么取啊我们可以分成这两种对吧第一个一般呢你在如果说你在公司当中对啊遇到这样的一个数据一般你是知道类别的个数的 你肯定是知道类别的个数 怎么意思呢比方说你的公司要对这群用户对吧进行这个聚类因为现在用户呢我不好知道这个有的用户是什么类别我都不知道就一群乱的数据给你的 然后呢这个数据都是这些用户的一些特点他的信息啊等等等等 那么我要对这个东西干嘛呢我首先要把这些用户啊哎你公司肯定要定了哎把这用户呢我划分成几个类别比如说他定了划分成四个类别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聚类的时候指定四个类别去进行聚类吧 对不对哎那这个类别的个数是根据你业务来讲为什么要定这四个是不是你要把这用户分成四个类别吧 对吧所以这一般呢我们的这个k值啊肯定是知道你肯定是知道的这样一个个数对吧 当然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个数他就相当于是一个超参数了对吧 不知道类别个数那你就相当于是一个超参数了 所以你就不知道划分成多少类别是不是 哪一个好吧是吧好那我们先不考虑这个类别个数不知道情况我们先考虑只知道的情况那如果知道好假设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要进行剧类的过程了我们现在指定可以领三我说这群数据里面有三个类别能理解吧好那我怎么做呢第一步 从这一群数据里面随机的去抽取三个样本的点或者三个样本作为这个剧类的这个老大啊我们先第一步看一下剧类怎么做的第一步我们就以三个类别来说了啊随机在数据当中抽取三个样本 呃单做三个类别的中心单做三个 类别的这个中心点 好单做三个类别的中心点是不是现在哎假如说你取得三个中心点是不是这三个吧随机取的啊随机取的取出三个之后干什么呢第二步 比如说我们把它记作ABC吧或者说这个K1K2K3啊三个中心点然后第二步哎接着第二步要做什么呢现在是不是有三个中心点已经被标记了吧哎那现在做的是把剩余的这些点计算什么计算到三个这些点的距离 那看一下每一个点比如说这里这个点啊这个点它是不是到这个点到绿色到这红色到这个蓝色这三个中心点都有距离吧哎第二步就说计算剩余的点其余的两其余的点吧除了这个中心点啊除了这个三个点之外 其余的止预算剩余的击点分别到这三个中心点的距离这是第二步那么 那么每一个点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距离每一个点啊每一个点是不是应该存的三个样本点的这个距离啊是吧哎每一个样本 每一个样本有三个距离 是不是三个距离啊 好那么有了三个距离比如这里有三距离干嘛呢 从中选出距离最近的一个点 从中 然后选出距离最近的一个点 作为自己的标记 现在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三个点标记成 蓝色黄色蓝色绿色红色吧 当然你标记肯定用这个数值 比如说012标记吧 好那现在是不是我从从中计算出这些类别 到它的这些样本点到的距离 是不是类别就标记好了吧 是不是就形成三个族群了吧 那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三个族群 形成三个族群了 是不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距离过程了吧 这些数据是不是变成一个类别 这些数据变成类别 这数据变成自己类别了吧 那它是蓝色红色黄色 就011标记一下就行了 那接着这个做完之后呢 其实还不能结束对吧 好第三步 干嘛呢 第三步既然我现在 哎标记好了 我现在还要做 分别计算干嘛呢 计算这三个 这三个族群的平均值 注意了 计算这三个族群的平均值 是不是每个族群都有个平均值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去计算呢 假设说啊 每个点现在是有X1X2的 比如说说 比方说我们以绿色的这个点啊 来计算平均值 绿色的点是不是有 比如说这个绿一对吧 这个绿色的一对吧 这个点呢有X1这样一个坐标X2这样一个点 然后呢 我们有绿2 然后呢 这个X1'吧 X1' 然后呢 X2X21'好 有了这个 假如说我们现在绿色里面只有两个点 那你要计算平均值怎么计算啊 非常简单 就去求平均值就行了 你的平均值点呢 哎 平均值 平均值怎么计算啊 这就是X1加X1' 除以2X2加X1' 除以2吧 就得出一个新的 比如说X平均值对吧 X平 然后呢 这是X1' 然后X2' 对啊 这是两个特征 如果多个特征是不是 每个特征都在计算平均值吧 注意了 这是所有点都要加起来啊 计算平均值 那么这个平均值有可能是不在你这里面 本身你这数据两个两个点里面吧 因为它的平均值是不是有可能不是这里面的点 哎 这个点啊 记住了 这个平均值是有可能不是你这个本身的数据的点 那没关系 我们现在干嘛呢 计算这个三个平均值的之后啊 我们把它把它 把它 把它与 把三个 平均值 与 什么呢 与我们的 以前的这三个中心点比较 与 之前的 三个中心点 那这个中心点呢 我们就称之为旧中心点吧 就以前的对吧 旧中心点进行比较 那 这个地方就有情况了 如果比较相同和不同的情况怎么办 对吧 好 那如果说我们比较 我们先考虑上 如果 比较相同 也说我原来定的这个中心点对吧 进行了计算了之后 哎 平均值在这里 平均值还是在这个地方 那也说这两个点重合了吧 那 我们就相同的情况就结束局内 就结束了 非常简单 如果不相同 如果不相同 那怎么办呢 哎 把这三个平均值 当做 新的中心点 对 把这 把这三个 这个平均值 当做新的 当然是把 如果不一样 你就把它当做啊 如果说都一样的话就不用了 单做新的中心点 中心点 然后干嘛呢 重复第二步 这个我们把它往后写吧 重复第二步 什么意思啊 重复第二步 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现在看一下 这个三个族群是不是计算了新的中心点吧 看下这个中心点跟原来中心点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 我就把这三个中心点 单纯 现在新的三个中心点 接着 我要重新再计算每个样本到它的距离 重新再进行聚类 重新变进行标记 好 平均标记之后 再来计算平均值 对吧 计算平均值 再来计算平均这个 旧中心点 与新的中心点 一不一样 能理解这个过程吗 这个过程就是巨类的过程 一直到什么 你的平均值跟你原来进行的平均值是会重合吧 重合了就说明我的巨类就进行成功了 那其实你可以想一下 他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 反正你这三个年对吧 哎 我巨类之后 并不代表着所有的样本都是这样一个类别吧 哎 他先进行一个进行重新值的一个计算哎 平均值就算把它稳定在一个中心位置 好 我们中心位置之后 然后再重新进行这个巨类对吧 重新再把它这个样本进行标记 然后呢 再去进行平均值 然后看一下新的平均值与这个点与这个点是不是重合的 如果重合巨类就完成了 如果不重合巨类进行继续进行能力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巨类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剧烈过程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也给了K-means 他怎么去做了 那至于这个距离计算啊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欧式距离啊 其实就可以去进行计算 能力叫啊 欧式距离计算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用的这个K-means的API啊 clusters 这个clusters的巨类啊 就是巨类的意思 那K-means呢就是K均值 巨类对吧 K均值的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K-means呢 他的这个使用 其实非常简单 只要有一个参数 N-class的等于多少 是不是开始巨类的中心数量吧 就开始中心的数量 其实就是你把这些样本分为多少个列别吧 哎 多少个列别标记啊 注意了是标记这里面的列别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意思呢 就相对于是这一群我把它标记成一 这一群变成零 这一群变成二 哎 现在每个样本是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类别了 它跟相同的样本是不是相同的类别吧 那其实我们可以说一下 这个巨类一般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就是坐在分类的前面 一般我们的巨类呢是坐在 巨类 好 坐在你的要预测分类是吧 哎 坐在这个预测的这个分类 坐在分类之前 比如说你有的数据没有这样的一个目标值的时候 那你应该先做什么 先做巨类 然后再去你预测类别吧 哎 再来一个用户 我是不是可以根据我这历史数据去预测这个用户是什么类别了吧 这个就是一般巨类在做的时候 我们也坐在分类之前 好 那这就是巨类对吧 巨类的整个过程我们也搞清楚了 那还有一个中心点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中心点你是知道的 还有你是不知道的 那不知道那那怎么样才攀比哪一个中心点好呢 或者说我给定多少个k值好的 这是有个平方标准的 就像那分类模型或者回归模型 是不是有个评估标准 那我这个地方巨类也有评估标准 等下再说 现在我们先使用这个API 那我们要使用这个API做什么事情呢 对我们之前的这个数据 对instacart market用户进行巨类 那前面我们这个数据还记得吗 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用户和物品类别进行了一个什么 进行了一个降维吧 那这个地方我为了这个节省时间啊 我把我们之前的代码一模一样的就是之前我们写的代码运行来了啊 已经运行好了 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是你的data是不是 原来你的用户是这么多 然后呢你是根据用户的这类别去进行一个统计 这样一个奥维的这样表吧 然后你一共有134个特征 一共有很多20万个用户吧 对吧 这是你的用户数量 那我要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看 现在这个公司对自己的用户能进行分类吗 预测分类吗 对吧 这公司不能进行分类 那我们要做什么 先巨类 那巨类的话 也是说这个公司要把这些用户对吧 我这些用户到底要分成多少类别 这个一般啊 肯定是定的 已经是定的 对吧 这个是肯定是定的 因为他既然知道了这些 对吧 可以比如说我这个做这个会员 对吧 会员我把这些用户 或者说我要推荐产品的时候 我把这些用户的分为几个类别 推荐产品好 那所以你就定了这个K中心点的这个数量 好 那么在这里啊 我们就假设这个业务 我们已经定了东西 假如说定了三个类别 或者四个类别 能理解啊 假设 假设我们已经知道这群用户里面 一共呢 我们分成三个类别 啊 假设用户啊 一共分为三个类别 四个类别吧 我们来四个类别 好 也就是说我这些用户里面有四个类别 就是啊 比如说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类别 他们干嘛呢 他喜欢不同的东西 对吧 那接下来 那接下来哎 我就要去干嘛 就要去通过巨类把这用户呢 进行巨类了 那我们来导入一下我们的这个巨类的API 在我们的 from from sk learn 点啊 cluster 巨这个巨类的东西啊 进行个导入 k means 对吧 kmeans 好 运行一下 那么 kmeans 导入之后 这里啊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数据太多了 而且我们是不是要每一个每一个的巨进行距离计算 所以这时间非常耗着多啊 所以我就随机选出一些样本啊 假如说把样本的数量减少 这里呢 我就直接先把样本数量减少 我在这里呢 把样本样本数量减少啊 那减少 我假如说就取几百个或者说几千个对吧 这个data注意了 它是20万个吧 那我们的data呢 假如说我取个 五百 那取个五百或者一千都可以啊 然后我们的数据呢 就x吧 就x好运行好之后 那我们的这个x点shape 这500个数据 每个数据27个投资 注意啊 这是降为之后的数据进行距离啊 不是原来这个数据 如果原来数据 这些特征之间进行计算 是不是更加耗时间吧 是不是更加耗时间 我们是保留了90%的信息去进行距离的吧 好 那么现在这些用户对吧 这些用户我要剧类了 那首先实力化我们的kmeans对吧 kmeans kmeans 参数就是n 哎 class class 就是你剧类的中心 现在我们已经定了 就是有四个类别 对吧 我们这里面一共就有四个类别 我们就选四 对吧 好 实力化 kmean 等于这个值 那接下来我就要用km去什么 fit我们的数据吧 这过程一样的 km点 fit 哎 这里是不是没有目标值了吧 只有特征值 只有这个x吧 我把x放进去 是不是这里面在这里面去干嘛 是不是随机找出四个中音点 然后一步步的去进行剧类吧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过程 好 fit了之后 好 那很快 因为我们的这个数据呢 比较小 对吧 接下来我是不是就可以预测了 这个预测 意义啊 不是说我预测这某个样本类别 是把剧类好之后 每个样本类别进行一个标记 能理解吧 我把这群编辑什么 一 把这群编辑为零 这群编辑二 那零要有具体的意义吗 没有吧 就是说它属于一个类别就行了 所以说我这群数据属于零的 就是一个类别 这群数据属于一的 就是一个类别吧 好 那我在这里呢 直接predict predict呢 只要输入我们的x就行了 对我们的x进行预测 对吧 其实就是啊 就是进行剧类 那么我们运行好 运行好predict 我们可以把运行出来 这里面是不是相当于是 把这里面500个样本 某些样本 你可以发现有一些样本都具别1了吧 说明一下前面有些样本 这些1的样本是不是相似的 虽然这里看的是结果 这个1多啊 并没有说啊 这个就错了 这是根据它的这个距离计算 好 也说这些样本是1 对吧 然后呢 这些样本属于一个类别 这个out的 对吧 out的 这些out的 对吧 还有这些out的 对吧 那我们就不去举了 还有什么0呢 也比较少 对吧 0的比较少 这些是0的 对吧 还有其他1的那也说我现在把这500个样本已经进行标记了吧 哎 标记好之后 是不是这些样本都有具体的自己类别 那你就可以去分析了这个1类别到底这些样本到底有什么特点 是不是你可以取个名字啊 是不是找出1类别的这些样本或者这些用户啊 这些用户它什么特点啊 这些用户比如说是这个喜欢家居类的对吧 我把它这个归为这个经常买家居类的这样一个类别吧 是可以的 对吧 好 那么居类之后呢 啊 假如说我们还想显示 对吧 比如说我们用这样一个meta poly吧 显示居类的结果 显示居类的结果 那比如说我们用拍卖抛力吧 好 我们的这个显示一下 您破的一下我们的卖了抛力吧 点py plot s plt 运行一下 那么导入之后 我就可以先指定我们的画板大小 b一个size b一个啊 b一个 然后呢 就是我们的费个size 对吧 费个size 比如说还是实声识吧 就跟我们项目一样的 实声识 接着我怎么画呢 我就画出这500个样本 把它都表示在这个二维里面 当然是注意了 这每个样本有多少个特征 是不是27个 是吧 这是我们进行降维之后的特征吗 每个样本都是27个特征 所以你不能说 我把27个特征把它画出来吧 你只能从中抽取这个两个特征吗 是吧 你的x是哪个特征 y是哪个特征 把这个数据给画出来吧 因为它只有两个值吧 你画平面还能画27个 这样的一个特征值把它画出来吗 肯定画不了 所以我们这里呢 只能随机到这个指定两个 对吧 好 那我这已经一共啊 有四个类别 对吧 那我就把每个类别呢 标记画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样本 我标记成绿色 这也是绿色 这绿色 一的我就标成绿色 然后三的都标记成黄色 二的标准成什么紫色 所以就可以区分这每个 多少个样本了吧 区分每个样本画出来 对吧 这个画啊 随便你怎么画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要构造这个颜色 对吧 对于每个样本 500个样本 每个样本都要给个颜色 假如说我现在建立一个样 颜色对吧 啊 建立三四个颜色吧 建立四个颜色的列表 建立四个颜色的列表 好那这列表你随便给哪些纸啊 比如说Color 好的 等于比如说第一纸我给一个绿色 不是说给一个其他的吧 orange对吧 橘黄色 然后呢给一个绿色 grain 然后呢 一个蓝色 然后再给一个 啊 这不是列表啊 给一个这个 随便吧 purple 粉色 好 那么这里面的颜色啊 一定是跟你的Metal里面的这个字 字符创是一样的啊 他有什么 你就什么 不能乱填 对吧 purple purpose有吗 肯定没有 对吧 好 那然后我要去给每一个你在去画的时候应该画的是颜色吧 所以你应该是吗 给每个样本 他是什么颜色给他记录一下吧 那所以我们要便利这个列表 便利这个注意的是预测的列表 把每个样本都换成orange啊 还是green还是blue吧 比如说你的一是不是都是green嘛 你的这个二都是这样一个orange对吧 比如说这也是这样 好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去给便利一下 对吧 for i in predict predict 那么每一个i是不是具体的101234啊 那每一个样本0134 我再去找相应的这个值 是不是可以 013吧 啊 没有4啊 013 所以我就只要找到color的 colored color的干嘛 取出具体的一个i 是不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把每个样本的这个颜色 颜色都记录了吧 对不对 好 那比如说我们记录一下叫col 啊啊 比如说就到这个 那么我要画图的时候 我们是有散点图画了 那是不是你要指定一下color的连锁嘛啊 对吧 plt 点scatter 画散点图 我把这些图呢都画出来 第一个就是你的x 第二个就是你的这个y轴用什么表示 你是不是随机使用一些特征去表示吧 你有27个特征 那我随机写出来了 特征是不是在我们的x里面哪一个特征吧 好 注意了 这里要选特征的话 注意了 你应该是所有的样本 这是第一个取之 然后所有样本去第一几个特征 是不是随机取啊 比如说我们取出第 第一个吧 好 然后呢 x 在重坐标呢 我们用另外一个特征表示 比如说这个 20吧 当然画出来有可能很奇怪 对吧 因为里面的特征没有什么规律了 好 那然后我要指定什么 你的color的等于 colr 等于 是不是每个样本的颜色给它标记了吧 注意到这是有顺序的 这个顺序是不是跟我们的这个x顺序是从前往后样本顺序一样的吧 500个样本 好 等于colr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干嘛运行这个东西了 那这样我就可以 比如说再加一个x label对吧 描述一下 这是所有样本的对吧 这个第一个特征对吧 那么1 第一个特征 然后呢 这个plt.y label 比如说给它这个这是第二个特征 对吧 当然这个中文的话 你得去导入一些东西了 好 这样的话我就 鉴定好之后 我就直接显示了 不要点点秀 我也不知道这个画出来是什么东西 对吧 那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说 这一大群对属于绿色 对吧 那还有这个别的属于黄色的 比较少 就四个三四五五个 然后还有一些蓝色的 还有一些粉色的 对吧 紫色的 这些颜色 那当然啊 你这个特征不一样 你显示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只是我们说看一下 看一下这些样本的 标记得到这个绿色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剧类成功了吗 哎 剧类成功了 你里面每一个样本都有自己的类别了 那你只要分析业务的时候 就要针对于每个样本的这个类别去分析 对吧 分析这四个类别 我该怎么去 以什么名称为名 或者这四个类别都是什么 就是根据它的特征去分析了 你现在已经剧类好了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剧类就这样结束了 对吧 那当然这个剧类效果怎么样 是你不知道吧 我怎么知道这样的一个四个类别 对吧 剧类效果怎么样 哎 那么所以我们的剧类也是有一个评判标准的 剧类评估标准 那这个评估标准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什么是这个东西 叫轮廓系数 叫轮廓系数 中文名叫轮廓系数 那这个轮廓系数怎么做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什么这个轮廓系数计算的SCI等于BI-AI除以maxBI 对于每个I就有一个到其他图形距离 还有到自己本身距离 好 那么这个我们把公式呢 先拿过来 看一下怎么去计算呢 这个轮廓系数 怎么去考虑我们K-miss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对吧 把这个呢 我们翻到这里 轮廓系数呢 把它缩小一点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分剧类的效果 我们可以用这一张图去代表 剧类的效果好坏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张图 来看到这一张图什么意思啊 看到这里 假设说我们现在就跟这个这群一样吧 对吧 进行分类 哎 分成了这样三个类别 然后这三个类别 什么意思呢 有一两个词 对吧 外部剧类最大化和内部剧类最小化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当我去剧类的时候 你最好的这种结果是什么 非常相似的这些样本 是不是 变成一个类别吧 如果说其他的这个类别的样本 对吧 它组成一个类别 那也说最好的结果就是说 哎 这样去剧类 外部距离是很大的 比如说这个族群跟另外一个族群距离大 那内部呢 这些样本之间是非常相似的 那就是非常相似 这也是非常相似 那如果说我剧类成这个样子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比如说我剧类成这个样子 现在我圈起来 把这几个点呢 我圈成了一个类别 好 然后呢 我把这几个点圈成了一个类别 三个类别嘛 然后把剩余的这些点圈成那边 那你说这个效果好 还是刚才的这个效果好 是不是刚才那个效果好 这个效果是不是你的内部距离 有可能更大一些吧 外部距离还小一些 所以我们要做的一个标准就是嘛 外部距离 就是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距离 最大是最好的 那内部呢 就是说我各个样本之间 越相似是不是越好 这就是剧类我们的一个目的 目的想做这样一个目的 对吧 当然你不可能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情况 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评估标准 叫轮廓系数 对吧 轮廓系数来评估 那怎么评估呢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BI AEA这两个东西 那看一下BI 是某个I到某个族群的一个其他样本的距离 好 还有个AI到其他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到本身啊 我们来看怎么做的 跟着我的速度 不要看这个地方了 首先 我们轮廓系数是对于每一个样本来说的 注意了 是对于每一个样本 都有这样的一个轮合系数 能理解吧 每一个样本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就考虑这里面的蓝色样本啊 这里每一个样本是不是都要考虑啊 蓝色的红色的黄色都要考虑吧 哎 每一个点 好 现在我们假如说把它标记成什么呢 蓝一 好 现在对于蓝一来说 蓝一蓝二蓝三蓝四蓝五对吧 和一和二和三和四和五对吧 好 我这里就是蓝一 对于这个蓝一这一个样本来说 注意了 第一步干嘛呢 计算 计算蓝一 计算蓝一 到自身这些类别 到自身类别的 点的距离的平均值 注意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蓝一到这个点 到这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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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有距离啊 求一个平均值 我们把这个平均值记作AI 记作AI 是不是能得出来吧 好 这个AI得出来 同时对于这个蓝一 还有要做的事情 第二步 我要计算这个蓝一到 红色这个类别 注意了 我计算蓝一到 蓝一到红色类别 和绿色类别 分别啊 分别 计算蓝一到这几个红色的点的距离的平均值 能不能得出一个平均值啊 到绿色这个点 能不能计算一个平均值啊 是不是有两个平均值啊 好 到红色分别啊 分别到红色 分别到红色类别 绿色类别 所有的点 类别 所有的点的距离 点的距离 取出啊 求出平均值啊 求出平均值 你是不是应该有两个平均值吧 一个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有B1啊 B1是到红色的 B2 我们记得是到绿色了 是不是 取出其中一个最小的啊 取 其中最小的 值 单做 什么呢 单做B1 你理解什么意思吧 就是说 蓝1到他 是不是有个平均值距离啊 到他也有 取出最小的一个单对比 好 现在B1 A1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那接着干嘛 就去计算 蓝1的轮廓系数 注意说是蓝1 A1的轮廓系数 所以对于这个蓝1 对吧 蓝1的轮廓系数 蓝1的轮廓系数 怎么多啊 是A BI-AI 除以max BI-AI 那max什么意思啊 就取这里面哪一个值大 好 那这个值到底怎么分析呢 我们从极端的情况 对吧 我最喜欢从极端的情况 考虑问题了 极端的情况 什么极端情况 极端 假设说你现在距离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 完美 那也就说外部距离是不是非常非常大 内部距离是非常非常小 那也就说什么 BI应该是什么 BI应该是远大于AI吧 这个符号是远大于的意思啊 那当远大于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值应该等多少 BI-A相当于就是BI吧 对吧 比如1000-0.1 是不是就1000啊 对吧 估计啊 就估计一下 maxBI AI呢 BI 所以最后结果 1 所以最后结果是1啊 你说这是极端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是好是坏啊 是不是好的吧 这种情况我们是好 完美对吧 完美的这种情况 如果情况最糟糕 也就是说你内部距离还比外部距离还大 有可能这样的情况 也就是说A-I远大于B-I 也就是说内部距离比外部距离还大 那这个距离效果是不是非常差吧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我们来看AI远大于I 那BI 那这个结果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负AI吧 然后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结果是AI 那负AI除以AI是不是负1啊 就负10除以10 所以负1吧 那所以我们的最差的这种情况说 这种极端的情况是负1啊 这种是最差对吧 最差的这种情况就负1 所以我们每一个样本的轮廓系数 应该是在一个什么范围之内啊 在负1到1之间 这个值是这么来的 对吧 这么来的负1到1之间 那么这是一个样本的 那所有样本的轮廓系数都是都有啊 然后求个平均值 那么这个值怎么样才好啊 是不是越靠近1 越靠近1啊 越靠近1是不是越好 对不对 是不是越靠近1啊 当然肯定是达不到1这种情况 对吧 越靠近1越好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轮廓系数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他平均呢 剧烈的好坏 就是说负1到1之间 这个轮廓系数是负1到1的 越靠近于1越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值啊 一般呢 你只要超过了多少啊 超过了这样一个0一半啊 或者说只要超过了0这样一个值 或者说呢 超过了0.1这样一个值啊 基本上你的剧烈效果已经非常好了 那就叫啊 极端情况肯定是达不到的 1肯定是达不到的 因为你毕竟AI肯定是有个值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轮廓系数呢 我们用这个matrix还是度量啊 模型的评估都是在个matrix里面 然后有个叫30 score啊 这个我们来看怎么用呢 非常简单啊 计算所有样本的平均呢 轮廓系数 x就是你的特征值 就是说你这些特征 是不是要去计算吧 因为你样本之间距离 是不是通过特征据计算的 好 还有你的levels 就说哪些是某一类的 我也得知道我自己有哪些兄弟 自己有哪一些其他的这个类别的人吧 啊 所以levels也是要给的 好 那么接着我们就导入这样的函数 来看一下我们单前这个效果 它的剧类怎么样 好 首先我们导入啊 我们的cycle learn 点matrix matrix 这个是 音破的一下我们的小口体啊这个 过对吧 这样一个score好运行一下 那么我就可以倒用啊 我们调用这个小口的score好 那这里写下注释 啊 平盘啊 剧类效果 剧类效果 轮廓系组对吧 轮廓系组 好 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写上第一个就是你特征值 是不是就x吧 这我们这特征值是不是就是这500个样本的特征值吧 是不是x啊 然后500样本标记的类别是这里啊 predict是吧 好predict 好运行一下 看一下它的结果多少 0.6 它应该是趋近1吧 所以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已经是非常好 一般啊 一般来讲 你的剧类效果是不会超过很难超过0.7左右啊 0.7左右是很难超过的 那你的值呢 基本上有可能你如果说不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啊 或者不是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话 你不知道这个类别的话 一般你会0.1 0.2左右啊 非常在在这个来和正大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就可以判定我怎么去剧类 或者说我这个500个样本选4个类别 或者选5个类别 选6个类别 或者选2个类别 是不是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指标来去调这个参数了吧 当然前提是你不知道这个类别个数啊 那你知道你就直接用就行了 知道的话这个肯定是准确的 对吧 肯定准确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根据这个效果 看哪一个值的 看哪一个k值对吧 你不知道类别个数 看哪一个k值的类别 对你这个轮廓系数最高 你理解吧 这就相当于一个超三数来说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剧类算法 这样一个kmeans给讲完了 对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该直接总结一下这个kmeans 它其实是一种什么 迭代式的算法 文奇直观一种且非常实用 迭代是什么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去修改这个中心点吧 这也算是一种迭代算法 那它呢容易收敛的局部最右减 哎 看一下 这也有一个局部最右减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啊 我们这个举个例子 局部最右减 比如说你现在取的一个随机值 就是在这里 这个随机值 然后这个就是随机值 这个随机值 是不是三个点都在旁边吗 这个容易造成一个结果是吗 最后你分来分去是吧 这一大片 这一大片都属于某个里边 然后这一小片属于某个里边 这一小片属于某个里边 又会造成这个影响 但是这个结果没关系 对吧 我们的算法当中 其实已经考虑了这个东西 它干嘛呢 跟我们的这个 讲逻辑回归的时候 讲到这个优化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 它可以什么 多次进行随机值 我假如说我取的这个随机值的时候 轮个系数可能不好 我再随机一次 是不是取这个三个中心点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更好一些吧 所以这就是多次随机进行剧类吧 多次随机进行剧类 跟我们的这个损失函数解决的 这个局部最小值一样的 道理 多次随机最小 这个随机最小值 对吧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进行剧类 对吧 介绍了这样剧类的算法